传承民族精粹 推进文化创新 展现绝世记忆 弘扬中国精神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学聪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维方市文化和旅游局 维方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化类栏目传承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精彩呈现 本期老师 非宜人物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杨家部木板研画代表性传承人杨洛书 清集岁月时光 刀工不错 刻印研画乾坤 维方一决 维方风筝 风筝传承人郭红利 匠心独运 用0.5毫米细的竹条杂质龙头武功风筝 带您一起见证风筝杂质的新极限 一脉相承 非宜尽校园 中国十大神检 范云等艺术传承梦想 杨家部木板研画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大民间研画之一 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淳朴鲜明的艺术风格而享誉国内外 杨家部丰厚的文化基点也培养出许多有名的研画艺人 92岁的杨洛书便是其中的一位 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杨家部木板研画代表性传承人 七十年来 杨洛书以刀带笔 以板为指 掌纹纵横牵末 手起刀裸间 刻画着心中不变的信仰 这是一双苍老变形的手 然而刻刀挥舞之间 时光就被刘于了木板之上 这双手属于92岁高龄的杨洛书老人 杨家部木板年画传承人 杨家部木板年画 题材广泛 色彩鲜艳 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2006年 杨家部木板年画被评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自十五六岁便开始从事年画制作的杨洛书是杨家部木板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七十年的年画生涯 木板年画早已深深刻入了老人的生命 我只想我就生在这个年画的时间 我就我就在这个杨洛书做木板年画做习书里走 我一辈子我一辈子我没干过别的 十八岁时 杨洛书以熟练掌握 修稿 刻板 印刷等数 他也目睹了民国初期年画带给杨家部的繁华 杨老朴实直白 采访过程中 我们见他最兴奋的表述就是年画带给他的自豪感 曾经一度 画殿百家 画种过千 画板上万的鼎盛时刻也确实值得骄傲 三十岁时 杨洛书接手童顺德画电 成为画电的第十九代传人 几十年 刀根不错 杨洛书的五根手指中有三根已不能伸直 常年定格在握刀状态 尽管如此 他一旦握上刻刀 刻刀就能在他手中灵动飞舞 画风粗犷 色彩强烈的杨家部木板年画 与天津杨柳青 苏珠桃花屋并列齐名为全国三大年画 全国 国际的这些木板年画的差距我都知道 画北国校 山西奉校 天津杨洛书情 苏珠桃花屋 就两家 不就是两家 要家部 农民国上就是三倍多货 不愧是 木板年画的真正就是年画的国校 是真正就是年画的国校 民国的繁华 文革的衰败 改革开放后的再复苏 杨洛书见证了杨家部木板年画的时代变迁 作为他最资深的年画艺人 杨洛书获得了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杨家部木板年画代表性传承人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先进工作者等多个荣誉称号 2001年 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业美术大师的称号 我应该给传承 传承好好的创线 做出脱教 好好地保留着小老古代的武败 年画将就随俗渐进 如果没有创新 年画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因此杨洛书在原汁原味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自1995年起 杨洛书审时度势 精心策划制作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三国演绎》 《四大名著画册》 创作过程无比艰辛 杨洛书却无怨无悔 我 有我这一口气 我要 我要不用我二人 感谢他的好意 我怎么接受 我接受我这一头 就要我二人 再接受我这一头 我就 有我一口气 我不用他 把这个 楼梯传合的记者一头一说 休息了 维方风筝杂质记忆的创新 手工艺人一直在追求极致 维方风筝传承人郭弘历遵循 竹条及线条的设计杂质理念 曾经杂质过 只有一元硬币大小的沙艳风筝 并且成功放飞 让人赞叹不已 他制作的龙头武功作品 也斩获过国家级非宜金奖 最近郭弘历又突破自己的杂质极限 用0.5毫米的细竹条 杂质龙头武功风筝 让我们前去一度为快 朴实内敛 传承记者在一个不足100平米的工作室里 见到了这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维方风筝代表性传承人郭弘历 前行杂质风筝三十多年 并多次引邀到世界各地表演 讲述风筝文化的他 对于维方风筝充满着自豪和自信 因为维方风筝它行 行 闪 兼备 从扎湖汇方之记忆里 都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也能体现咱们维方这种地域文化来 郭弘历告诉记者 维方风筝因为其形状逼真 颜色亮丽 起飞平稳 备受国外风筝爱好者的追捧 而出色的起飞 关系到一个风筝 从选料到成型的全部制作过程 简单干括为扎 胡 汇 放 扎是最重要 扎出好骨架的才是一只好的风筝 我们首先要扎骨架 一定要扎出山来 必须要行山兼备 摆在岸头的这个风筝骨架 叫龙头无功 2010年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 它凭借精湛的工艺和鲜活的形态 斩获同类金匠 该作品以笋帽结构制作 材料全部使用竹子 以龙厚直径10公分为大小 使用180根细竹 竹面最厚2.5毫米 最薄1毫米 326个焦点 85个穿沿 总重仅为16.5克 郭弘历认为 竹架乐戏 神态乐现 沿袭这父辈 戏如米线的风筝杂质祖训 他对戏有了近乎极致的追求 令人叹为观止的龙头无功 最薄1毫米 便是龙眉之处 传承见证下 郭弘历再次挑战自我极限 为我们现场制作 0.5毫米龙眉 先把它稍微去掉 挂皮 顺竹黄 出口吧 匠心独运 方有精品 一根竹条 灌屎中 头尾四肢 从中找 这种极简设计理念的推崇 似乎使得郭弘历 作茧自负 竹条最少表现 线条最满 突出局部 代替整体 这样才能做好 风筝民族文化传承中的 技艺研习 说起简纸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而一心要把简纸 这门非遗项目 带进课堂 传授给更多孩子们的 教育工作者的他 有着自己不懈的追求 请看中国十大神简 范云 简刀上的梦想 今天呢 老师和大家一起来 学习一下 怎么样去捡鸟 那我们来看 这一个呢 是老师刚刚创作出来的 每周三 周五的下午三点 围城区美术教研员 中国十大神简范云 按时来到芙蓉小学 给同学们 讲授新一堂的简纸课 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年级 因为喜欢简纸 聚在一起 进行简纸的创作 在课堂上 同学们舞动 灵巧的小手 激发思维的火花 收获简纸作品 带来的喜悦 大鸟 大鸟的身上 还有只小鸟 那么下面呢 是花 鸟妈妈带着小鸟 从花丛当中飞来了 这个就不错 这个东西创业很好 非常棒 范云从事简纸技艺 二十多年 作品被多个博物馆收藏 2005年风筝会期间 市政府把她的作品 作为国礼 赠予马来西亚前总理 她还研究出一套 独特的简业技艺 在树叶上 简出各种各样 生动并且富有内涵的 艺术作品 范云有着丰富的简纸经验 学生在她的指导下 一张材质 一把剪刀 变换出精美绝伦的作品 简纸其实能培养 我们的动手能力和思维扩展 通过这个飞翼项目的 发扬和传承呢 我们觉得孩子们 通过动手操作 培养了学生的动手 创造力 想象力 以及审美情趣 更重要的是树立了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简纸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 学校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扬 芙蓉小学在21个班级中都开设了课程 并且利用每周三周五下午的选修课中 从社会上请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授课 智慧在指尖流转 同心在指端跳跃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融入到学生课堂 使校园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方落土 让中国传统的艺术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老农民经常在一边捡一边说 捡朵花捡之鸟天之家业才算巧 捡上一朵花捡上只鸟 天上叶子加上这个那才算你巧了 这些东西如果不再去传承的话 那么它就会被淘汰 所以说我们在一边教它技法的同时 也一边将这些民间的这些艳语 这些传统文化也交给学生 让它了解 让它中国文化的博大进行 让它这些文化传承一下 好 今天的传承栏目就是这些内容了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 维方电视台的微信微博 以及今日头条号 您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 或新媒体平台 给我们的栏目提出意见和建议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周再见